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Nissan S-Trail 這一台是T32 那這部車的話我們自己粉絲團裡面應該有開過幾次的直播 那一樣的車種 所以我們也許有可能有不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今天車位有的改裝的輪胎鱗圈也已經都有升級了 所以我們就從後方原廠的避震器來跟大家來做介紹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是一個麥華城的懸吊 那這個世代的話它的底盤比較偏向雷諾車系合作共同開發底盤 所以它很多的設計上的零件跟前一個世代已經不太一樣 尤其是台灣有的是T32 這一個世代的T32 它的後方已經變成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的話一樣是維持一個麥華城 可是下方腳管的話變成超霧式的麥華城 那它的一些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形式還蠻特別的 它這裡有一個離載鑽固定點 那上方它的上座設計是類似歐系車 它一樣是有做上座設計 可是它是做一個母孔 所以螺絲的話是會沿用原廠的一個螺絲 可是改裝之後因為為了讓師傅安裝會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改成公螺絲然後再加上螺帽 因為這樣的狀況可以避免 假設車友原來是改裝其他品牌 有可能螺絲會不合 那KT的話不論你是之前有沒有改裝過的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合用原廠我們所附的螺絲跟螺帽 這個是原廠的設計 它前面其實有一個大的指推軸承 所以它前面上座是可以轉向的 前面上座是可以轉向 那這個軸承KT也都有附軸承 而且軸承用的品質都很不錯 那後方的話它的彈簧跟避震器分開了 如果看到這樣的結構系統 其實都可以了解到它的避震器 如果是上下作動很直的話呢 它的阻尼其實會做比較輕 可是這個結構的話跟Raffle的三代 還有四代的話比較像 它的避震器是有一個斜度的 有一個傾斜的角度 所以它的原廠的主鈴就做得還蠻重的喔 那改裝KT之後不只是高低能調整 軟硬這個的阻尼式的軟硬也都能調整 後方的話我們配置的是10公斤 前面的話是配置8公斤的彈簧 那後方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後方的懸吊好了 後面的話它的避震器剛剛經理講到的 它是有一個固定的斜度 那Raffle的話它是往這個方向的斜度 它的傾斜的位置的話比較不太一樣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那在這個轉接座上面 這個基座就是一般我們想要調整車高的話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個一般我們叫它High Low Key 那這個High Low Key 如果調到高的時候 調到High的時候它的車高就變高 如果這個牙距縮短的話它的車高就變低 這台車大概最高也可以比原廠還要高一點點 不好意思有個電回來 好那等一下 好那等一下 好那後方的話 這一條彈簧是230公斤 那這個筒身呢 這個筒身它並沒有辦法來改變車高 如果要改變車高呢 都是靠這個High Low Key的地方來改變車高 筒身主要是取決於它彈簧的預載 好那這個彈簧10公斤喔 它這台車專用的規格 它的預載值 預載值大概3到5min左右就剛好了 那這部車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車有安裝過 好像也有四驅吧 那今天這個版本是二輪驅動的 是二驅動的 那後方的阻尼調整 後方的話 剛剛介紹的是車高啊 那阻尼調整軟硬調整的話 是在這個筒身的上方 從這裡看得到 一樣是順時針的話 由上往下看啦 順時針它就會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那在這個地方做調整的話 車友手臂需要繞到後方才調整得到 這裡調整阻尼在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有沒有燈啊 前方的話 它的阻尼調整是在避震器的上部 這台車其實還蠻簡 拆裝上 比一般日記車還要來得繁瑣一些些 因為後方是多連桿嘛 那前面的話其實它上座剛剛看到 原廠上座有三顆螺絲 在正中心的話就有一個 調整阻尼的機構 但可以看到這個機構會做得比較長的原因 是因為啦 如果啊 我們把它的 跟原來的長度做得比較短的話 那它調整阻尼的時候 不太方便車友來調整 所以把它加長的話 在這個地方 車主的話就很容易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一樣是順時針 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那像這樣的日系車 在駕駛座門旁邊的話 都會有一個原廠輪胎壓力 胎壓的建議值 如果在調整阻尼之前 你會建議車主先把胎壓 打到原廠建議的一個胎壓值 再來調整阻尼會比較客觀一點點 因為很多的在保養之後 或者是到換胎之後 打的胎壓通常都高 過於原廠的胎壓蠻多的 如果本來是裝原廠避震器的話 那它對胎壓的要求沒有很高 可是如果是改裝避震器的話 它對胎壓的要求還蠻敏感 所以經理會建議大家 第一個步驟 要調整阻尼之前 先把胎壓打到原廠的建議值 再來才是調整阻尼 那阻尼的調整的秘訣就是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的 前後可以不用一致沒有關係 這個是調整阻尼的部分 這個上座下方這個上座孔比較小 看不到這個下方的話 還有一個軸尘 那它的下方的話 像這個離載串 這個是原廠離載串 等一下拉上來之後 就可以固定到它原廠的 我們KT所附的一個離載串 固定孔 所以這個做的密合度 都做得相當不錯 那這裡有一些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模一樣的位置 那彈簧的話 因應這台的車重 麥花城的懸吊 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的彈簧 所以在這台車做起來的話 算是能改進它原廠 太過於舒適的一個操控感 其實以這台車來說 以經理開過它原廠的避震器來說 也算是還不錯的 不像是一般的日系車 那麼的太過於軟 那所以它的原廠 我覺得避震器就還不錯 而且那時候開這一台的最深的印象 就是它的車式隔音做得也還不錯 這一部車我覺得不錯 那車高的調整 前面的調整方式跟後方就不同 它前面的調整是靠腳管上方 這裡有一個托盤 我們把這個托盤把它懸鬆之後 它的長度就能調長調短 如果把它拉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縮短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調長調短的話 前面的話比較簡單一些 那像是在用料的部分 KT一樣是使用 意大利IP的主民友 那這個主民友 雖然比較貴 有很多廠商 不太 不太 換用的下手 可是 用其他的油品不是不行 但是 有很多 有廠商是余貨混珠的狀況 就是說它可能是使用IP的 可是實際上它並不是使用IP 這種狀況 我覺得不是很道德 那KT的話 一致 從一開始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民友 那大概在這個星期的話 我們台灣的代理商 意大利的油品代理商 也會開一個證書給我們 表示說KT都是用他們的油品 那在油縫的部分 這台車應該也是日本的Tim也有做吧 日本的Tim所使用的油縫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縫 那KT的話 一樣使用日本NOK的油縫 所以它的品質都很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工廠 所以 即便日後 主民友 就算用IP的主民友 還是會劣化 用NOK的油縫 還是有可能久了會漏油 那這些 都是可以來汰換 可以來做反修維修的 OK 以上是今天 S-Trail T32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 對這一部車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